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男人宁可睡硬邦邦的板凳 也不愿意上床睡觉 当得媳妇掀开了门脸的一颤 真想立刻揭晓了 看那三四十岁的面容 就知道晚上的事肯定不少 男人是被吓怕了 当然这是后话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男人还惦记着自己的初恋 然而不粗小的是 初恋却嫁给了男人的弟弟 成了他的弟媳 如今就爱又同在一个屋檐下 男人能把持得住自己的兄弟吗 男人名叫天赐 自小父亲病重 临终前地主派人来要债 硬生生把他抢走 成了地主家的免费长工 十几年如一日地做苦工 这天 管家带着他去收租 苦命的母女俩眼睁睁地看着 忙活一年的成果 被人一波及一波及地缠走 母亲不由地跪下来 求天赐给他们姑儿寡母留点口粮 同样苦命出身被压迫剥削的天赐于心不忍 望了眼远处乘凉的管家 小声提醒他们快抬走 看到两人笨拙地搬运大盆 更是着急地亲自上前帮忙 扛起后就是一路小跑 远处的管家不经意发现了天赐 哼小水的声音戛然而止 气冲冲地拦住他 反手将人带盆推进了池塘 回去后更是一顿毒打 将天赐打得不省人事 眼看天赐被打得上气不接下气 几乎失去劳动力 于是地主派人喊了天赐的二叔过去 让二叔花钱把人赎回去 二叔花了钱连也把人带回去 却不免老婆的一顿数落 他伤成这样 一户好了也落个残废 所幸 一段时间后天赐的身体恢复正常 二叔却不让他做重活 甚至还主动提起要给他找个媳妇撑家 不出意外的 这个决定又被二婶安地里埋怨了 这回二叔说出了自己的小算盘 娶回来的人还不是跟你家干活 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不知情的天赐揣着二叔的心意 跟着媒婆到了相亲地点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天赐却羞涩地不敢看对方 只等姑娘主动挑起话题 天赐这次发现 原来是那日在田里帮助的姑娘 天赐惊讶她怎么会到这里来 姑娘解释说 自己叫夏兰 那日之后 他们母女二人被地柱赶走 来到这里又被乡长盯上 要讨她作小 所以她妈急着今晚把她嫁出去 天赐就知道 自己和夏兰远分未尽 如今更是一见钟情 可就在两人刚刚表明心意的时候 外面响起阵阵敲门声 乡长派人来抢人了 夏兰为了不连累天赐 不惜夏桂求得赶紧离开 自己则被带走了 幸也不幸的是 这一消息被乡长的老婆知道了 她不许夏兰进门 要乡长把她卖了 回到家的天赐伤心地对二叔说 以后再也不讨老婆了 二叔嘴上说着 香不中就算了 以后再说 可过几天 又来劝天赐讨媳妇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的天赐 这次也只能从了二叔 天赐带着钱来到集市上 看见的全是为了一捧米 卖而卖女的可怜人 他心软地将自己的口粮 给了一对孤儿寡母 集市突然起了一阵骚乱 再恢复平静时 他已被人拉进了没人馆 专一座买卖老婆的地方 天赐拿出了身上的全部积蓄 终于抢到了没人馆里 最抢手的妹子 眼前人楚楚可怜的样子 打动了天赐 两人当即焊了手印 可等晚上开箱时 却发现那高级限量版 怎么变成了九块九包邮 还满一送一 品质之差 吓得天赐连连派门申诉 门外的守门却不答应退货 还说女人卸了妆都是这个样 门内的女人也跪求天赐 给替条活路 天赐实在没法忍 可一旁孩子的哭声 又一次让他心软了下来 终于 他带着这一大一小回了绿住村 回到家 二叔和二婶对着一大一小的配置 十分满意 家里一下子多了两个劳动力 连夸自己只自有眼光 接下来的日子 果然如二叔所盘算的一般 玉才妈勤劳能干 家里的大小杂伙一尖条 还知冷知热 晚上特意举着火把去接天赐 主动接过他肩上的扁担 俗话说日久生情 两人在柴米油盐 沉声奚落中 逐渐互同心意 暗生情愫 这晚 天赐贴心地给玉才买了新衣服 并且第一次主动地放起了床杖 玉才妈也贴心地吹灭了蜡烛 不出意外的 一场花样体操即将上演 而隔壁大叔也笑得合不拢嘴 天赐小两口干活的工钱都交给他 这下算是发了 长眼道 月满则亏 二叔坑了天赐 结果报应到了自己儿子身上 儿子病得越来越重 无奈之下 老两口想着给他取亲冲喜 谁知花轿帘子打开 竟然是天赐垂涎已久的夏兰 那一瞬间两人四目相对 尽在咫尺 却已隔着再也跨不过去的关系 天赐不做久留 可刚走 弟弟就归了西 夏兰头上的红花还不带人踩 便换作了一身素白 自此日日以织布为生 不久 二叔也因世道变了 让天赐自立门户 天赐在新政府的政策下 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玉彩妈也给他填了一个大胖小子 日子就这样幸福频繁地过了几年 直到一封信的到来 打破了这一家人安稳的生活 这天 玉彩放学回来 带给他妈一封信 是玉彩亲爸寄来的 他当初打仗被抓走当壮丁 现已退役 身残病重 需要人照顾 希望他们母子二人回去 天赐知道后 记记道 我甘愿当牛吗 给他挣钱再娶一个 可等夜深人静时 善良的他 又念及玉彩爸病重无人照料 做私物享奸 两人都一夜未免 第二天 天赐还是去江里 替玉彩母子 将户口签了回去 还将鸣谢的竹笠卖了 偷偷塞给了玉彩 玉彩妈大声痛哭 这样难情 不知该如何偿还 离别的那天 四人站在公交车站 难舍难分 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 这一次的分离 不亚于生离死别 回去的路上 天赐也终于忍不住 抱着孩子放声痛哭 媳妇走后 天赐又要干活 又要看娃 实在分身法术 只能把孩子拴在一边 路过的夏兰 心疼地把孩子抱在怀里 天赐碍于旁人的眼光 想把孩子抱过来 夏兰却勇敢地 把孩子带回家亲自照看 晚上 天赐来接孩子时 夏兰主动邀请她 多坐一会儿 此时的两人 年轻时的情愫早已复燃 但怕愧对二叔和弟弟的天赐 再次选择了逃避 可旁边的二老 遗憾中听见了这场对话 二审明知拦不住 便说服二叔 让夏兰引天赐入坠 夏兰听到后 眼角难掩的湿润了 而迟迟犹豫不决的天赐 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 也终于在第二天清晨 勇敢地走到了夏兰身边 入坠也好 接盘也罢 两个相爱的人 终于走到了一起 这部电影根据 王信云小说 《绿竹村风云》改编 不得不说 老片中刻画的人性 比现在大多数影片的 脸谱化更有味道 同样有《波学恶习》的二叔 也在天赐危难之际 伸出援手 在天赐夏兰 这对苦民鸳鸯 徘徊之际主动成全 天赐虽然具备一个男主 该有的善良勤劳 但也有优柔寡断的缺点 而夏兰更是现在影视剧中 难见的女主形象 她一生不断遭遇断崖点 她始终坚定 勇敢 主动 最终获得幸福